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鬼鬼無音節20號出席 化妝品牌活動 與日本女星佐佐木希合作 擔任代言人 鬼鬼笑稱自己很國際化 對我特別的國際化 對我覺得我很國際化 就是可以跟佐佐木希希合作 覺得非常的開心 除了代言 鬼鬼也預計在10月 推出個人專輯 第一站準備進軍韓國 對我10月7號準備要發片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會先在韓國的舞台表演 然後再回來台灣 談到藝人好友喬任良適事 鬼鬼很感慨的說生命很脆弱 也直說當藝人要有一顆強心臟 希望好友能夠一路好走 以及呼籲大家要好好愛惜自己的生命 當下收到這個消息 其實我是不敢相信的 還是要呼籲大家就是不要有網路暴力 因為其實當藝人 你說簡單真的也不是非常的簡單 說難也不是真的非常的難 但是我們承受壓力 可能一般人是真的不會懂的 我覺得我們的心臟 真的要比一般人再強很多很多 挖六星網採訪報導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